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中风果师 头一句就告诉我们 清凉月昔 有水皆寒 功德月而无山不带 什么意思呢 这一句话是一个比喻 比喻什么呢 如果今天用修学 这个角度来看 来讲呢 假如我们今天 真正的发心来念佛 我再重复一遍 真正发心来念佛 用你的真诚心来念佛 用你那个恭敬心来念佛 对阿弥陀佛 没有丝毫的怀疑 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 从来没有丝毫的怀疑 对释迦牟尼佛 所讲的一切法 从来没有怀疑 你这样的心态来念佛 结果是怎么样 自自然然啊 中风果师就告诉我们什么 就会有这种的感应啊 而且这感应不仅仅是 跟阿弥陀佛有感应 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能够产生的感应 为什么呢 什么原因呢 古人讲得好 自成 下面是什么 感通嘛 成哲灵嘛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的 真的我们一定要相信 你看上个星期 我跟大家讲那个故事 这个是我亲自而所感受到的 你看在梦中里面看到一片 这些妖魔鬼怪 很凶的 要来抓你 要来伤害你 当这个老和尚跟我说的时候 赶快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要相信 当你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 整片这些妖魔鬼怪 变成什么什么 变成一片的光明 这个是我们千眼所看到的 你想一想 这个是在眼睛所看得到的 那看不到呢 更不可思议了 所以 前几天有人问啊 师父啊 那位老菩萨 跟你介绍的这个老和尚是谁 我不能讲啊 在梦中里面不能讲 我 我问这位老菩萨的时候 老菩萨跟我说 这个老和尚的名字是这个 他的法号 然后我问他 这个法号 这个老和尚是谁 你回去你就知道了 他跟我讲这句话 说实在的 回去隔天 我去问 我才知道 这位老和尚是谁 那真的耶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话 我们一定要相信 经上所讲的 这些的道理 我们必须要相信 因为信 因为信才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里面中风果实所讲的内容 它有一个很深的道理 什么道理呢 从这个比喻 我们来看 你就明白了中风果实的用心 清凉与业 清凉业是代表什么呢 是比喻什么呢 比喻我们的自信 你要明白 一般我们讲 是佛性的一事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得相 就是说 我们一切众生 这个佛性 从来不离开我们的 就算今天我们 躲在三恶道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那个自信的佛性 他都在的 他不离开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你那个自信 所以慧能大师不是讲吗 自信没有吗 他没有说 有去有来 没有的 他一直都在我们内心里面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无法显出来呢 因为我们被蒙蔽了 被谁蒙蔽了 被外面的这些五一六成 明文立养 自私自立五一六成 贪嗔痴脉迷 被这些蒙蔽了 所以你那个自信 无法显出来这个最大的原因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大家都是很清楚 但是有时候 看不到 所以 清凉月 我们常常在经上 也是通常为我们做一个比喻 比喻什么呢 比如 就是婆菩萨 诸佛菩萨 为什么为我们比喻这个呢 比如说 祖师大德常常告诉我们一句话 大家应该很清楚 他说什么 菩萨清凉月 由于必进空 下面是什么呢 众生 心 过 净 过都是 污染 静止 清净的 菩提 引现中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明我们的自信 自信 自信从来都存在的 从来不离开我们的 道理都是一样的 你看过去中国 道家 那个道家的道场 如果大家有去过那个道家的道场 你会常常看到一对副脸 一副对脸 这一副对脸是怎么写的呢 而且这一副对脸呢 就是为我们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自信像什么呢 他说 清江游水 清江月 下面是什么呢 道家里面呢 我们常常看到一副对脸 万里万元 万里天 这一副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为我们说明 比喻这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就是为我们说明 阿弥陀佛 感应道教 那个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中风果师 在这个三十信念里面 用了很多这些比喻 目的就是一个 要为我们说明这个道理 为了我们明了这个道理 为我们能够觉悟这个道理 你的自信本来就是有的 你的自信本来是清净的 你的自信本来具有的 你的智慧本来是圆满的 你的能力本来是圆满的 现在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名号只有一个目标 把这个能力回复而已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现在师父 我念了好多年 好像这个能力都还没回复 有没有烦恼有没有减轻 不要说回复你的自信 回复你的能力 你的烦恼有没有减轻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知道了 你有没有遇到逆境的时候 会起烦恼 有时候甚至于会跟人家计较 发脾气 有时候会一种不高兴的那种心态 不要说别的 从这个道理我们来看 所以真的 这句名号很容易念 有时候修起来不容易 所以真正的要念佛 所以一个人 能不能往生到最后 他真的念佛 到最后能够看得出来 临终的时候 他有没有靠得住 真的 如果你真念佛的时候 临终的时候 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当中 那个心都是定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清凉月这一句话 如果具体而言来讲 最重要的是为我们指什么呢 我们在做三十七年 清凉月息 有水皆寒 清凉月 这一句话 最主要的 它是为我们说明哪一件事情呢 是指谁呢 这一句话 是 优独播 邏优独播 婚优独播 托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